我是大远方旅行 今天呢我自驾有来到贵州的一个山村里面 这个山村呢 车子能开到前面 然后停在那边的话 我就顺着这一条山路往这边走 走到这边呢 发现前锋了 哇 咸崖峭壁底下呢 竟然有一座两座小楼 真的是太厉害了 而且那个山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危险 他们竟然把那个房子建在这个咸崖峭壁的底下 不怕滑下来吗 我们走进去看一下吧 后边呢就是一个背靠大山 好像我们这边看过去的话 那个房子后边还有一个山洞 太厉害了嘛 车路不通啊 我不知道他边平息是怎么把这些材料啊 什么印进来的 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普通的一个小路 那个汽车是没办法开进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咸崖峭壁还是比较高的 我估计目测的话 大概可能基本上差不多 差不多应该有120米吧 120米吧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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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